美国著名电子商务企业亚马逊搭上工业革命4.0大时代的列车 星期一在西雅图总部办公大楼一楼 对外开放公司旗下首家无人商店Amazon Go 民众只需要先下载Amazon Go手机应用程序 抵达无人商店之后再扫描一轮就可以直接进入店内购物 装置在天花板上的这一个个摄像镜头和传感器 会追踪消费者从货架上拿走的物品 直到顾客离开便利店之后 亚马逊就会自动从用户的账号库除费用 方便快捷和高效率的服务叫民众拍手叫好 这是一个设计我认为他们会努力 但它比想起来比较容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经验 因为你感觉像在门外出门 我感觉像在门外出门 我感觉像在门外出门 好的 再见 我只是想尝试Hana 她是很聪明的 其实亚马逊早在2016年的12月就已经向全球公布 即将在2017年推出无人商店的消息 但是碍于当时遇上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才会导致无人电压后到今年才开门营业 NTV7综合报道